从这个亚洲的整个湄公河岸打黑开始 拿下了整个黑赌场 黑钻石 黑马脑 走私木头 走私毒品的市场 梦建筑 孙立军全部拿下 江家全部拿下 然后扩展到中东 非洲 然后绵绵翩翩的到了俄罗斯 然后到了南美 加拿大 就是不敢到美国 最后大家看到了 搞了一个叫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就是把这个国家权力国际化 和对中国公民的管理权 延伸到国际的扩张的合法手段 然后中国共产党就经常电视台上看最多的 抓人 开着大飞机 一抓人抓一两百个人 戴着手铐 哗哗哗的回来了 不断抓中国 还抓台湾人 到亚洲去 一掏一窝一窝的转 点击